北韩70周年国庆 是建国以来最大庆祝活动 一共一万两千多人参加 现场观看超过十万人 传统的分裂步兵方队 依然整齐划一 却比往年少了一半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全程阅兵 身旁站的是大陆国家主席 特别代表栗战书 两人相谈盛欢 对游行队伍挥手之意 金正恩还握起 B战书的手一起挥舞 展现中朝友好关系 这次国庆阅兵大典文武齐发 70周年的音乐会表演 却少了导弹发射剧目 国庆阅兵出动了陆海空 装甲精锐部队 空中AN-22运输机 秀出70周年同样 但最新的飞弹没亮相 北韩这一次并没有秀出 最新型的远程洲际弹道飞弹 而纵观这一次北韩70周年的阅兵大典 少了过去以往的侵略气氛 反而是趋于保守克制 仔细观察北韩阅兵阵仗 以防空防御武器居多 外界分析金正恩的做法 以不挑衅为目的 甚至在国庆前 川普透露金正恩有写信给他 内容很正面 果然在国庆大典上 北韩一改常态 没有直播 金正恩除了锦绣山太阳宫 调练先祖先父 国庆演说改由北韩二把手 金勇南上阵 谈话只聚焦完成 五年经济建设计划 半岛局势 核武只字不提 似乎向美方展现 契合立场坚定 也让中方稍微松口气 过去川普把中美贸易战 和半岛无核化绑在一起 成为牵制中国的紧箍咒 尽管大陆外交部表示 习近平不出席 和缓和中美贸易战毫无关联 但外界分析 至少有助于日后中美谈判 没有节外深知的疑虑 北韩70周年国庆看似热闹 但背后却牵扯复杂的中美关系 现在连普丁也发出邀请 金正恩表示 将会正式访问俄罗斯 他的下一步棋会怎么走 牵动整个东北亚局势 以上是任务方张承如 我们在北京的采访报道